就是周杰伦首次乘娱乐圈表明自己的野心 这样的音乐可能很粗糙 那录音的设备可能不齐全 但是我就是要这样的音乐 谁叫我是周杰伦 2002年金曲奖颁奖现场 周杰伦在整场新闻流程里提名八次 迎奖五次 这年他还仅是个出道两年的新人 很多人说周杰伦太荒 奖杯都拿到手了 还说音乐粗糙 录音设备不齐全 简直是在瞧不起没得奖的歌手 其实周杰伦只想将歌曲做得更完美 让自己更出名 毕竟早先在金曲奖现场 没记者搭理的日子很不好受 2001年 一脚刚踏进乐坛的周杰伦荣获最佳专辑奖 本以为排面会很大 结果被所有记者围起来采访的 是另个女歌手 自己只能孤零零地举着奖杯 与主办方摆放的背景板合影 为让所有人对自己刮目相看 周杰伦用卖脱效的专辑 谁都会哼唱两句的单曲 长场爆满的演唱会 成功将自己推到花语天皇的位置 与旁的明星杰伦为签约高涉不同 周杰伦的代言最招百姓喜欢 除饮料电动车奶茶外 周杰伦还在2013年代言过手抓饼 因为他好这口 据说每开一场演唱会 后台就会有个师傅 特地帮他现做一份冲击 录制好声音期间 周杰伦也经常请大家持手抓饼 起初不少金米亚根部 新自家偶像会吃这个 甚至还以为旋转海报是随便披上去的 以至于老板最后特别无奈地在上面敷衍 周杰伦不是皮的 我真应了周杰伦说的 我代言的东西 至少得让我的革命能买得起 一场专辑歌杰明虎年 周杰伦本人发视频爆料 小周杰将此成副业 抢亲爹饭饭 你心中有旋律是不是 周杰伦深夜分享日常 说他正在弹琴 昆宁突然叫他快点召唤小周周 执行这小家伙 乖乖坐在桌前画起音符 吓得周杰伦当即以为饭碗不饱 间隔数日 特地宣布自己将在六七月发砖喜讯 贝格五年的杰明纷纷表示 不信摇不传摇 周杰伦是粉丝眼里的歌坊 也是小周周不敢睁眼瞧的恶魔 周杰伦曾在镜头闲自放 只要自己一板住脸 小周周就会乖乖低头认错 还会严格制定自己制定的规矩 比如不能在桌子上画画 看摆在墙上的画作 要把手背在后面 因为他要学着向母亲教育自己拿班 将儿子交成财 我从四岁开始学 小时候是这样 妈妈要我每天练两个小时的钢琴 四岁可以做两个小时吗 不可能 所以妈妈拿着 你知道 通条 就是因为母亲当年的严苛 周杰伦才将特长变成范范 并在之后 为母亲写了首听妈妈的话 除了钢琴 周杰伦几乎哪种乐器都玩得很溜 歌曲MV 更像是她展示技能的舞台 雨下一整晚的大提琴二胡 比较大的大提琴的背大提琴 牛仔很忙的小提琴 菊花台里的鼓针 以及手写的从前里的吉他 演唱会现场就更别说了 周杰伦在歌迷面前 弯传惦吉他 笛子 架子鼓 中国大鼓等多种乐器 初到二十余年 周杰伦在众人眼里 堪称全能性人才 或许 他就是为音乐而生的吧 我就觉得 原来演艺圈是这么的虚假 一场颁奖底 让周杰伦撕碎演艺圈遮羽布 周杰伦特意带外婆 参加第十四届金剧奖颁奖底 他想让外婆亲眼坚称自己拿奖 也早就背熟了感谢外婆的领奖词 他以为得奖这件事板上钉钉 然而现实 却给了他致命一击 就什么都没有 那时候就非常的 老实讲非常的不爽 奖项花落别人手里 记者却不愿放过周杰伦 他们拿着话筒 一个劲儿问周杰伦没得奖的心情 随后又将镜头转向头发花白 笑容慈祥的外婆 我就看外婆被一堆麦克风拿去访问 那种感觉就觉得 很尴尬 很丢脸 一时间周杰伦十分后悔 在外婆出现在镜头前 不是因为自己没拿到奖项 而是他觉得 让外婆丢了脸 将外婆送回家后 周杰伦带着满腔愤怒写出外婆 字里行间就好像在说 金曲奖 你惹到火了 从此所有人都知道 周杰伦与金曲奖不对付 在2004年起 周杰伦在别的颁奖里 夺得各种奖项 唯有金曲奖 让他当了三年透明人 在被问起 为什么没有周杰伦的奖项时 对方含糊表示 因为他曲风一直不变 直至2007年 一首清华寺让金曲奖破了力 就在他们利要周杰伦登台时 那正向对方早就在别的镜头前 用满不在乎的语气表示 金曲奖很无聊 原本我就有让歌迷不要去投票 反正自己也不看中这个奖 不少老粉也在此刻吵起金曲奖 当年周杰伦已入为金曲奖为荣 后来金曲奖以周杰伦能来现场为荣 你最近在循环周杰伦哪首歌呢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评论区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